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6月7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這裡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保守黨國會黨團昨晚以211票到148票 通過了對手上約翰遜的信任投票 雖然約翰遜被過了下台的危機 但反對他的議員數量比預期更多 約翰遜感激支持他的議員 又說保守黨現在需要團結 處理民眾關注的事情 經過了兩個小時的投票 英國保守黨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就說 對約翰遜表示信任的有211票 不信任的就有148票 所以我在宣布保守黨國會黨團信任約翰遜 英國傳媒早前報導 約翰遜在投票前向黨友承諾 如果他能夠成功留任的話 會退出減稅和新的經濟政策 但他最終只是獲得5成9的保守黨下議員議員支持 比起上一任首尚文翠山在2018年信任投票時 所獲得的6成3支持還要在低 英國首相約翰遜就回應說 我認為結果令人信服是決定性的結果 這個意味著我們作為政府可以繼續前進 和專注真正關乎大眾的事務 約翰遜被多次問及會否提前舉行大選 他強調對這個沒有興趣 重申當務資格是國家的工作 在野工黨黨魁就形容今次表決結果 顯示了保守黨國會議員莫士文義 支持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出任首相 約翰遜早前因為捲入了派對門醜聞 而遭到當局罰款 令至少54名保守黨下議員議員提交信件 達到啟動信任投票的門檻 根據規定保守黨通過了對約翰遜的信任投票後 一年內都不可以再發起不信任投票 但有英國傳媒分析 今次反對約翰遜的國會議員數量比預期更多 如果不能平息黨內分歧 約翰遜執政將會更困難 而根據BBC的報導 保守黨內或會有人推動改變規則 再次對約翰遜發起不信任投票 當被問及這件事時 後1922委員會主席布拉迪回應說 從技術層面來說這是可能的 BBC政治事務記者伊恩華森分析說 由於是不記名投票 現在的反對票數這麼高似乎顯示了 有些約翰遜任命的部長或部長助理 他們都沒有投票支持首相 下一則新聞 英國宣布新增77宗喉斗個案 令累計個案數目超過300宗 英國衛生安全局說 新增個案絕大部分都是來自英格蘭地區 也說至今大部分確診個案都是涉及男同性戀或雙性戀者 但從新任何人如果和患者有密切接觸都有感染喉斗風險 美國衛生部就在星期一宣布 已經要求丹麥一間藥廠 再提供36,000劑的喉斗和天花疫苗 美國至今也錄了25宗喉斗確診病例 美國政府說境內可能已經出現喉斗社區傳播 醫生如果懷疑求診者感染了喉斗 應該安排他們進行檢測 下一則質問 英國將會為烏克蘭提供遠程多管火戰系統 俄羅斯就警告說 會奪取更多的烏克蘭土地以作回應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表示 俄軍目前在北頓涅茨克的形勢佔優 但烏克蘭仍然有機會反擊 又說一旦頓巴斯地區戰線失手 情況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希望西方國家能盡快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 英國首相約項信確認 英國將會向烏克蘭提供射程遠達80公里的多管火箭系統 以加強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 對抗俄羅斯的遠程武器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警告西方國家 如果他們向烏克蘭提供遠程火箭發射器 俄羅斯將會奪取更多烏克蘭土地以作回應 下一則質問 伊拉克法院裁定一名英國公民透運文物罪名成立 判處監禁15年 同行的德國公民就無罪釋放 穿著黃色籌衣的英國退休地質學家 菲頓和德國公民 阿爾德曼被警察帶到法院 兩人在今年3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機場被捕 保安發現他們的行李中就藏了幾件 有超過200年歷史的陶瓷碎片 相信他們兩人是在南部旅遊時 才拿走文物 法官判決時說 英國公民菲頓 試圖將文物運出伊拉克 有犯罪意圖 至於同樣藏有陶瓷碎片的德國公民 阿爾德曼就獲募罪釋放 英國公民菲頓的代表律師表示 會立即提出上訴 下一則新聞 由6月6日開始 英國有70家公司參與一星期工作4天的實驗 加上有3300名員工參與 為期半年重點是沒有減薪 根據CNN報導 這個計劃是由非牟利組織 全球每週四天 4-day week global 以及自治智囊團 Autolemy 以及兼喬牛津大學等研究人員共同執行 而參與計劃的公司 由金融行業 去到炸魚薯條餐廳都有 種類多元 在半年的實驗中 員工會用以往八成的工作時間換取一樣的人工 前提是要保持100%的生產力 不能因為工時減少而影響工作進度 有參與實驗的倫敦獨立釀酒廠品牌經理說 他們公司是致力改善員工的健康 因為疫情令他們反思員工的工作形態 希望改善員工的生活 其實在2015年至2019年 冰島就已經進行過兩次四天工作制的大型實驗 當時有2500名員工參與 實驗發現他們的生產力沒有下滑 反而是幸福感提高 近年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 有越來越多公司、企業採取居家辦公 越來越多員工都希望採取彈性的工作形態 維持居家辦公和縮短工作日數 發起今次實驗的非牟利組織 全球每週四天 Four Day Week 告報就表示 西班牙和蘇格蘭也會在今年進行實驗 他們說員工已經證明可以用更短的工事 用聰明的方式完成工作 下一則新聞 英國《每日電信報》最近揭發 英國國防部花了13萬英鎊 向中國一個品牌買了一批型號不明的無人機 報導又提及這間品牌這間工廠 是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廠商 英國國防部今次沒有透露 採購中國無人機的數量型號和用途 而傳媒就報導 之前英國政府都曾經買過中國製的無人機 也不是唯一一個人進中國製無人機的政府 美國《財政報》就在去年12月將8家中國企業 列入疑似與中國軍方有關的 中國軍工複合體企業核名單 其中包括全球最大民用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生 也包括面部識別軟件公司、人面識別技術公司、 雲端監控系統製造商等等 這些企業被指控協助中國共產黨 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去監視和追蹤新疆維吾爾人 下一則新聞 據英國鏡報最近報導 英國劍橋郡有一間很有名的鬧鬼酒吧旅館 這間旅館酒吧看上去就好像很正常 但工作人員就多次表示 如果在晚上不說晚安朱麗葉 店裡的電燈就無法關閉 而坊間也流傳這間酒吧地底 其實是有一個廢棄的墳墓 酒吧工作人員表示 這間酒吧裡經常會遇到一些很詭異的事情 例如明明沒有人但就好像被人撞到 而店內的電燈有時又關不了 有時又會聽到一些碰撞開門的聲音 甚至有客人表示 就算開了暖氣住在裡面也會覺得很冷 工作人員就說 當在酒吧裡遇到離奇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一句晚安朱麗葉 所有離奇的事情都會立即停止 工作人員就說 可能朱麗葉出來提醒我們 要清楚知道這間屋本身是屬於他的 要尊重他 報導又說 這個朱麗葉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 在1050年17歲的朱麗葉 和一名叫做湯姆的一個人 墮入愛河 但這個湯姆背棄了這段感情 深邃的朱麗葉 就選擇在酒吧附近的樹上吊頸自殺 令到湯姆上班時可以看到他的屍體 另一個傳聞是說 朱麗葉並不是吊頸自殺 而是在附近某條河 跳下去自殺淹死的 報導說當時社會氣氛將自殺視為恥肉 所以朱麗葉的屍體也隨便埋藏在酒吧附近 一塊不被允許埋葬的土地 接著這間酒吧就開始在這裡興建擴建 所以朱麗葉的墳墓現在成為酒吧的一部份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作為主題 詞曲 李宗盛 字幕作為主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